海军司令部司令黄树光下午出席记者会 拿着媒体之前的报道 强调海军给付24亿款项符合契约 记者陈宜华 摄影分享针对幸福公司陈造的烈雷 建案第三期款项24亿元拨款 直疑海军司令黄树光今天亲自召开 记者会强调付款决定是他批的 海军一切依法依约 没有承受任何来自总统府或国防部的压力 也没有关说 他也没有与幸福老板见面 这是他的决定 他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针对幸福按24亿的拨款 国民党强烈质疑 是幸福副董事长陈伟致入府沟通后 才获得了海军原先没有要拨付的第三期款项24亿元 质疑背后有高层施压 才让幸福迅速获得拨款 黄树光今天亲自率领海军及国防部相关主管出面举行记者会 说明第三期付款相关细节 海军参谋张李宗孝说 民国105年9月27日幸福表示船壳已经脱模 于是向海军勤款海军完成验证脱模和还款保证金这两个条件 11月28日和12月6日 幸福分别把两笔还款保证金交给海军 海军在12月1日和12月16把第三期款项支付给幸福 支付过程完全依照合约执行 对于外界批评海军有来自高层的压力 黄树光说 我是主角 这案子我批的 我最清楚为何要付款 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这是我的权责 不是部长权责 他是政策单位 我是执行单位 黄树光说 他思考种种因素 要考虑长远的 他看的是整个案子 不是看付款之质节节 希望烈雷舰如期如值交到海军手上 国防部要求建军规划 海军就是履约执行 没有委屈不委屈的问题 对于外界认为海军受到压力两周内就付款 黄树光说 105年9月14日 幸福曾要求付款 他没同意 媒体报道海军坑杀烈雷舰 依法依约的宗旨没变 变成海军坑杀烈雷 现在依法依约来做 变成土力烈雷 对海军来讲怎么会是公平 有点个人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 依靠